手电筒医疗用品通通丢进购物栏里 台风凯米逼近 民众想存粮 存货 卖场看准商机增设防灾专区 想要什么这里应有尽有 卖场业者也准备了这款台风必备的收音机 许多民众都会先买来在家里备着 以备不时之许 停电的时候可以透过收音机了解台风动向 盘点卖场防台区清单除了矿泉水干粮 如果怕停电也有电池手电筒急救用的哨子 甚至还有收音机工地帽 医药箱也是今年特别进货 电池嘛 电池 然后手电筒应该家里本来就有了 可能会有照明的拉烛 然后或者是如果会热的话 就是USB的电风扇 应该就会事先就是把行动电源充饱 这样到时没电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拿行动电源来充这样 今年多了大概有两层 然后今年准备了最常温的医药箱跟酒精 台风前夕防台小物买气增加 消费者开始备战 不过如果一不小心囤太多 尤其是食材 放久了就怕坏掉 可以靠这一招 真空棒对准带口上的凹槽 空气立刻就被抽出 不少人家里必备的真空包装机 可以让食材保鲜延长保存 不过得注意没有空气 不等于没有细菌 有些菌是不喜欢养青的 像是肉毒杆菌这样的一个厌养菌 所以民众在吃包装食品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加热完全 就是90度C至少加热10分钟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肉毒杆菌给杀死 享用真空包装机 养师提醒 使用上得留意室温别放超过一个小时 确实加热 避免细菌 吃下肚 党生训练学义助温小莲 在台北市采访报道